大家上午好 非常感谢大家来听我们的那个session 然后今天这个session是我跟蚂蚁 那个Jim我们一起来分享 主要是讲OPR的和Jack and Fly的 两个看项项目的一起结合 然后去怎么去高 在那种云边协同场景 做这种大模型的高效分发 这么一个议题 OK 今天的这个议题的话 我们主要打算分四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就是讲一下 这种AI在编计算场景的这么一个背景吧 第二块的话 会讲OPR的这个项目相关的一些内容 然后前面两个部分的话 是主要我来分享 然后第三块的话 会讲Jack and Fly社区的一些内容 最后一个是讲OPR跟Jack and Fly 两个社区做结合来做的一些事情 后面两个部分会 那个Jim这边来分享 OK 好 首先我们看一下 就是AI和编计算的这么相关的一些信息 这个背景的话 这一页PPT我们主要是想讲两个点吧 第一个点就是说 其实大模型这两年应该是火到一大糊涂了 这个应该对我们每个人感受都非常非常深刻 但是目前大模型主要还是在云上去 不管是说训练还是推理 大家主要还是在这种数据中心 在云厂商的这种云计算中心去做 但是如果是大模型后续继续发展 如果是要做普惠的话 就是我们要设计到方方面面的话 它的下一个的一个重点 肯定是要在边缘去应用 就比如说像在电动汽车啊 或者说在机器人上 或者在其他的一些这种边缘设备上 它一定要去落地 它才会就是说 形成一个更大的一个大模型的一个浪潮 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 就引入到我们今天这个session啊 就是说大模型既然要在边缘 那我们怎么在这种分散的边缘算力上 去做这种大模型的高效分发 因为大模型大家都知道 它整个这个体量 其实它一个大模型 就是我们经过量化的这种 八个币的这种大模型 其实它的体积都非常大 至少都是十个G 二十个G 败的这么一个大小 所以如果说它是要 比如说通过云端或者通过OSS 这种上面我们要传输到 这种边缘上去的话 这个整个这个公网的带宽 其实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它整个这个一个 这个要求其实是非常高的 对我们这个成本也是非常高的吧 那我们怎么来做这个事情呢 其实也是我们今天这个session 要讲的一个内容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 我们如果是通过OpenArt 加杰克弗拉来解这个问题 我们如何把大模型 在这种分散的边缘算力上 去做高效分发 然后讲这个事的话 我们首先介绍一下OpenArt OpenArt呢 我们是基于这个 Kubernetes这个平台 然后面向这种云边协同场景 做的一个开源项目 应该说是业界第一个非侵入的 我们没有改KBS任何样代码的 这么一个云边协同的 这么一个营业生平台项目 所以其实还是加了定语 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它主要是在做一些 比如说在边缘自治 在做一些这种多地域的 这种工作复杂的一个管理 以及这种跨地域的 这种网络通信 以及这种跟IoT 这种云业生IoT相关的 这么一些能力 然后JankFly这边呢 它主要是做一些这种 镜像大模型的加速这一块 所以这两个项目来做 这两个社区来做结合 其实非常适合这种大模型 在这种分散的边缘算力上 做这种高效率分发 OK 然后接下来的话 就这两个项目 我们做集成做结合的话 其实我们也面临 比较多的一些挑战 就是说因为毕竟要把大模型 我们分散 就是分发到这种边缘算力上去 第一个在OPR的社区这块呢 我们也面临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如何去把这种大模型 我们分散 这个分发到不同的地域 这种边缘算力上去 但是呢 每个这种地域里面 它这大模型的配置 可能还不一样 比如说大模型 比如说我们要做大模型推理 它可能实力数不一样 第二个 比如说它的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我镜像版本 可能也不一样 等等嘛 这些需求是 它有一些个性化的 或者一些定制化的一些要求 第二块的话就是说 我大模型 不是我要做推理 那我在边缘的话 我可能需要做服务暴露 那我如何去把这个 做一些高口用的一些服务 这个服务介入 第三块的话就是说 这个也是在KPS场景 面临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点 就是做大规模的这种边缘的 这种workload的管理的情况下 它会对云端的这个control plan 它这个带宽 它会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要求 也会面临一些挑战 然后这个后面可以详细来讲一下 而在Jack Fly社区这边呢 它主要是就是说 主要两个点嘛 第一个就是我如何高效的 我从云端 然后我把这种 这个大模型的这个镜像 我高效的一个 给拉取下来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跟Operia社区这边的一个集成 我们如何去做 比如我们在部署上 我们如何去做一个集成 OK 然后这个是 然后接下来的内容呢 主要是面向这个挑战嘛 我们来讲Operia社区 以及Jack Fly社区的 来做的一些事情 OK 然后我这边首先来介绍一下 Operia社区的一个情况 这边也可以直接看这张图吧 就是Operia整个项目的一个架构图 其实这张图里面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 好像有点模糊 就有点小 就是这个 那我们就直接可以看到颜色啊 就是这个蓝色的这些框啊 它其实就是原生 Kubernetes的一些组件 比如说在Master这一侧的话 就是像API Server啊 KCM Scheduler 等等这些组件 然后在Edge这一侧呢 其实就一个一个的Worker Node 每个Node上呢 比如说我们有Cubulate Cruple Proxy 以及其他的一些L 所以 然后成 这个蓝色的这些框啊 就是这样的一些 这个一个意思 然后橙色的这些组件呢 其实就是Operia社区的一个组件 然后在云上我们有 比如说Yala Manager 它这个组件 它主要是承载了 所有面向边缘计算场景 或者云边形成场景 Operia的做的 所有的一些controller啊 包括webhook等等 做的一些事情 然后在Edge这一次 我们每个Node上 我们首先有个Yala Hub 这个组件 它这个Hub这个组件 它其实是有点像 它其实会接管 我们所有的这个 这个节点上 比如说像Kubernetes Kruple Proxy 或者其他的这些Add-on 它跟API Server之间的通信呢 它全部会 被Yala Hub给拦截掉 然后同时呢 从云端 从API Server这边 返回来的这些Response 这些数据呢 它会在节点本地上 做一个Cache 然后这个图上 其实也可以把 也会把这个Cache画出来了 所以它这个Hub 它会提供一个 自制的一个能力 就是当云边 网络断联的情况下 它也可以利用 本地这些Cache啊 然后在一些 一些场景上 把这个本地的这些 业务Port啊 等等一些数据 给恢复出来 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 米格节点上 其实还布了一个 Reven的一个组件 这个Reven组件 其实是为了构建 这种跨地域的 这种网络通信 比如说Port Port之间通信的一个 这么一个能力 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说 不同的这个 这种边缘地域啊 这个region之间啊 它们其实都是啊 不同的这个 物理网络平面 其实原生的这种 容器网络之间 是很难直接去 构建这个通信的 这个通道的 所以我们是 经过Reven 这么一个解决方案 来构建了 这么一套 那么一个网络能力 然后再往下 我们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Node EdgeNode EdgeNode 我们有两个是 其实它是放到 一个Port里面 我们叫NodePort 这个Port里面 我们一个Port里面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组件 叫ER的IoT Docker 这么一个组件 这个组件 其实主要是为了 集成第三方的 一些IoT解决方案 比如说像Edge 这个Sfundry 就是做端设备的 一个管理 所以我们整个 OPR的话 它是 首先它是一个 非侵入的 一个设计理念 我们没有改 Kubernetes任何样代码 所以它很容易 去跟随这个 或者说跟那个 KPS社区去做一个 做一个同步 很容易去做一些 版本升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它是很容易去集成 一些第三方的 一些解决方案 比如说IoT的解决方案 比如说我们这边 其实跟EdgeX Fundory 社区其实有 非常好的一个协同 然后来 形成一个云边端 这个三方一体协同 这个一体化协同的 这么一套 端到端的一套 解决方案 OK 这是OpenR的 怎么整个一个架构 然后接下来 可以看一下OpenR的 目前的一些 Key Ficture 我们目前 现在列的 当然能力其实比较多 现在列的可能 主要四个点吧 是比较大的一些能力了 第一个就是 它有比较强大的 这种边自制的 一个能力 其实刚刚也讲到 我们可以通过 云段的Controller 以及边缘米格 节奏的Yala Hub 这个组件 Yala Hub 它会接管 所有跟管工厕的 一个通信 然后来提供这种 自制的一个能力 然后第二块的话 第二个核心能力 主要是这种 多地域的工作 复杂的管理 比如说我们今天 这个Session 要讲到的这种 大模型 在多地域的分发 然后米格地域里面 我们做一些 定制化的 一些特性的 一些配置 包括我们 它的这种 这个大模型 对外 这个多地大模型 对外的一个 服务暴露 以及这个云边的 这个流量 管控流量的 这么一个管理 等等 我们都可以 在这一个章节 就是在这个部分 提供的一个能力 第三个部分 就是刚才讲到 Reven这个组件 它就提供一个 在原生的这种 CNI的容器 网络方案上面 它提供了一个 标准化的 通用的 这么一个跨地域的 一个POD之间的 这种网络通信方案 然后第四个 就是讲到的 这种原生的 这种Device管理 就是我们主要 给EdgexFundle社区 做的一套 解决方案 也是直接融合到 CAPS体系里面 然后也不需要 替CAPS 有任何轻入的 一个改动 然后可以把这种 大规模的端设备 给管理起来 OK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会主要是讲 这个大模型 在这种 多地域的这种 高效分发 那么首先讲到 就是我们肯定 首先讲到 那么多地域的 这个Node的管理 就是我编算力的 一个管理的话 在Operia社区 我们首先引入了 一个叫 NodePort的一个概念 就是节点池的一个概念 它其实是 相当于一个节点分组 有这个CRD之后 它会对这一组 节点进行一个 这种批量化的管理 像节点的标签 或者说 Unnotation 或者Tents等等 它可以统一管理 第二点就是说 这个NodePort 在Operia整个社区里面 它是一个 First Citizen 就是说 我们面向这种 多地域的话 以后你就可以 不用看Node了 你就直接看NodePort 你就去操作NodePort就行 比如说 你要往多地域去做 这种大模型的分发 那你就 关注NodePort就可以 然后比如说 你要做服务暴露 那我也是 每一个NodePort里面 我做服务暴露 然后再也就是说 我的这种流量的 这种附用 流量的这种 管控流量的管理 也是面向NodePort来做 它其实是一个 在Operia社区里面 是一个First Citizen的这么一个概念 OK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 当我们一个节点 加到这个NodePort里面 它其实就 我们会自动往这个节点上 加一个NodePort的标 也是就是表示这个节点 归这个节点之所有 这么一个概念 OK 然后这是这一页 然后就讲了这个节点的一个 多地域的这个节点的一个 分组的一个管理 接下来我们 有了NodePort概念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讲 这个就是工作负载的 这个一个多地域的一个管理 那我们 要是在原生Kubernetes里面 大家想 比如说我要 同一个大模型 比如说我们这边举例啊 叫千温的一个2.0.0版本 以及一个2.0.1版本 然后我们要往 杭州这个 这些节点 以及北京这些 节点上面 我们要部署的情况下 我们怎么去部呢 那毫无疑问 你得写两个Diplomation 对吧 然后Diplomation 比如说你要就是各自不同的配置 比如说不同的镜像 不同的实力数 你配置 那这个的话 比如说我们两个节点吃还好 比如说你节点吃一多 那你这个部署 其实就非常麻烦了 那这个管理就是说 你会面临到很多的一些这种 重复性的这种Diplomation的管理 那比如说你要做一些调整 做一些改动的话 很容易出各种问题 同时就是比如说 当你节点吃有动态变化的情况下 比如说我新增了一个region 或者我某一个region 要下掉的情况下 那你其实都涉及到这个Diplomation的一个 比如说你一个移除 或者一个重新创建 对吧 那这个其实都会消耗你很多的一些 管理的一些 这个一些时间吧 OK 那命令这个条件 在Operia的社区里面呢 我们推了一个叫 App Set 就是应用级的这么一个概念 它是 就是应用级的话 它可以来管 就是同一个应用 往多地域去 往多个诺勒坡里面去部署的话 它会非常非常方便 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就是上面这些红字 就是首先 这个Nord Pro Select这个字段的话 这个是用于来选择 这个应用要分发的这些节点池 就是你到底要往哪些节点池分发 因为这个节点池都带领了相应的标 就是它这边只要通过这个节点池打成了相应的标 它就可以来选择这些节点池 这样的话 就是当你有节点池新增也好 或者你有节点池移除也好 它都可以动态地去适配这些节点池 可以选择到 你应该去部署这些应用的节点池 OK 这是第一个相关的内容 第二个就是说 Work a load template 这个是一个统一的一个基础 就是一个base的一个template 就是我到底要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应用 这个比如说我们这边选的emage是2.0.0 replic数是2 这样的话就是正常是每一个节点池里面 我们都会部署这么一 部署这些这个work load的上去 然后第三块就是有一个叫work load tricks 这个tricks就是说做一个v条 v条的话就是你可以面向节点池 比如说我们面向北京这个节点池 我们可以调整它的replic数 比如说replic数我们变成3 然后它的镜像 比如说我们变成2.0.1 当然它也可以调其他的所有的东西 就是port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做调整 比如说你的一些volume啊 或者说你的其他的一些label啊 所有的东西任何字段都可以做 在这个tricks里面做调整 这边我主要是不要 大家不要常用的像镜像啊 像实力术啊 这边我做了一个实力 但是其他所有的字段都可以做调整 这样的话就是说 用户只需要仅仅操作一个appset的这个 这样一个资源 它就可以把同一个应用啊 往多地域去做一个非常简单 非常容易的这么一个管理 然后甚至它可以做灰度发布 比如说我某个地域我要改一个镜像版本 比如说我发一个新版本 我想在某一个地域我想先做一个灰度 对吧 那它就只要把在tricks里面 把这个节点值 我就改一下它的镜像就OK了 这样的话 它等它整个验证完之后 它就可以全部全量发布就可以 所以是非常非常简单 也不用去管理那么多的一个deployment 来操作这个事情 对 目前我们是这个也可以 既可以支持deployment 也可以支持set of set 这么一个资源 OK 这个就把这个workload的一个多地域的管理呢 然后就解决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这个 就是它的服务暴露 多地域的服务暴露的问题 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利用appset 我们把这个工作负载 或者这个大模型 这个推理大模型 我们已经部署到各个地域 各个边缘算力上去了之后 那我们这大模型 它推理服务是需要对外暴露的 需要对外去提供这种高可用接入的 这么一个端点 那正常在KPS里面 大家肯定就想到 那我就用LB service吧 当然你也可以用 比如说三层的话LB service 或者说你用七层ingress 当然也可以 那我们这app 我们这边就有LB service来举例 就是说 要你LB service的话 你就得为每一个接引词 你去写一个LB service对吧 不然你的LB service 因为你是每一个地域 你知道自己独立的一个 这么一个接入端点 然后可能在上面 可能再接入一个 这种DNS的一个服务 然后可以根据请求的一个来源之后 然后可以转发到 相对应的一个后端 这个区域里面去 然后我们直接看这个LB的话 你会写很多的LB service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LB service 你写了之后呢 你还得去 把这个port的label 你要做管理 因为这个label 它其实都是统一的对吧 因为它是通过APP set之后 那这个label是统一的 那么你需要就 可能需要很小心地去管理 这些port的label 另外就是说 当你这个接电池 也有动态变化的情况下 你还是又要新创建 这个LB service 或者要移除这个LB service 所以这些都需要你手动的操作 那是会非常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那在Operia社区里面呢 我们也推了一个概念叫 Lolabalance set 就是LB set 就是类似这个APP set一样 它Lolabalance set呢 其实这个LB service呢 还是原生的LB service的写法 只是说你要在这个LB service上 加一个annotation 就是叫这个 ServiceOperia.io 然后写上 NordPro-LabelSelect 这么一个annotation 然后你到底要选择哪些接电池 后面就是接电池的一个label 你把这个写上之后呢 它就会在你选择的这些接电池里面 自动去构建这个LB的这个实力 然后去 当然它构建的实力 到底用什么呢 这边是用的这个Lolabalance class 我们目前设计是支持这个VIP Lawal Balance 它是通过KeepLabD加VIP的形式来 在这种边缘来暴露这个Port 这样的话就是说 在每个接电池里面 它都会自动构建这个LB 当这个有接电池新增 或者有接电池移除 它这个LB也会自动去创建出来 或者移除掉 就非常方便 把这种多低域的这种工作负载 对外进行一个暴露 用户需要做的事情非常非常简单 而且整个玩法也是跟原生的 Kubernetes的玩法保持了一致 OK 这是讲到服务暴露这块 然后 第三块就是我们讲这个 管控面的这个带宽的这个一个管理问题 其实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在这种大规模的这种边算力 边缘的这种工作复材管理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当这种我们对这个服务进行一个升级发布的情况下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应用 它是一个demo set的部署的 或者其他的工作复材模式部署的 它当它进行port的一个删除创建的情况下 它其实会在管控面 API server这边出口流量 会产生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 就是一个这个出口流量会非常 就是有一个暴增 它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它原因是就是你port创建删除之后 它其实这个n-point slice 因为我们知道n-point slice 其实是管理后端这个port 这个port实力的 它的一个访问点 那它这个port 就是你一个port变化一次 就是创建删除一次 它这个n-point slice变化一次 它n-point slice呢 因为每个节点上的quip proxy呢 它又会listwatch这个中心的这个n-point slice 这样的话就是你变化一次的话 这个n-point slice变化一次的话 你要推送给所有节点上的quip proxy 所以说如果是你一个port变化了1000次 那你要这1000次变化 都要推给这个每一个节点上的 这个quip proxy 比如我们以1000个节点举例 它最后就是1000的平方 就是100万 然后100万次的一个n-point slice 的一个实力的变化 我们比如说举例 比如说n-point的实力 比如说大小是100k 那么你这个变化最后就是 整个你做一次应用的一个发布升级 可能就会产生100个gb的一个gbit的一个流量 所以说很容易就把api server的出口流量这个带宽 直接给打满了 这个是这样的话就会非常影响到这个集群的一个稳定性 这个时候就是因为你集群 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一些管控面的一些请求 比如说一些node的一些心跳啊 或者一些port的一些发布啊 等等这些东西都会受到影响 那这个地方我们其实对这个 就是说我们节点池里面或者节点上的这个请求啊 我们也分了一个类 就是我们分成这个请求的这个数据类型啊 我们整理了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就是节点池里面 一个叫Postscope的一个原数据的请求 就这种请求就是这个节点池里面任何一个节点 它请求的数据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Coopy Proxy Listwatch n-point slice 这是每个Coopy Proxy都是要做这个事情 而且它都是要Listwatch全量的n-point slice 那这种数据量呢 其实是引起这个 就是这个Postscope的数据 这个Metal Data呢 它是引起这个管控面这个流量 这个带宽打满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这个是因为它是每个人都是全量的 都是一样的 每个人都要统一份 都要搞一份这样的数据 第二种数据叫NodeScope的Metal Data 这种数据呢是每个节点呢 它都是这个节点池里面任何一个 每个节点都是拿自己独有的那一份数据 比如说像Port 就是每个节点上Coopy就会都会去ListwatchPort 但是它是Listwatch自己这个node 自己这个node上要的Port 它不会去管别的节点上Port 所以这个数据它每个人自己独立的 这个数据量其实并不是很大 这个数据其实还可以 所以引起这个管控面这个带宽啊 这个就是阻塞的原因 主要是这个Postscope的这个Metal Data数据 这个其实不是在我们这种云边的场景啊 其实在我们这种数据中心里面CAPS 为什么CAPS这个规模 它这个集中规模为什么上不去 其实这个点是非常大的一个点 就是说我当我节点数多的情况下 它是很容易把这个 因为节点上有大量的Listwatch请求 它会非常非常 就是比如说特别是这个npoints 或者npointslides 或者其他Port 或者说node这种请求 它会就都会有一个n平方的一个效应 它会造成这个API Server的这个出口流量 会非常非常大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呢 特别是在我们这个云边协动场景啊 因为边和云之间是通过公网 它这个流量的成本其实也非常高 那我们怎么解 有没有办法来解这个问题 或者说就是我们怎么来 以非侵入的方式来解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不改CAPS来 把这个流量的这个问题解掉 那就是这样图了 其实这个方案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巧妙的 也是一个就是一个原创的一个方案吧 目前这个方案还在欧巴亚社区 在就是还没有还没有正式上线啊 还是在一个一个就是实验的一个过程里面 OK 它这个方案就是说 面对这种Postscope的这种数据呢 我们在Yadmanager这个组件里面 我们新增了一个controller叫 Hub的一个leader selection的这么一个controller 它会把就是把节点池 在就是真正节点池维度啊 在节点池里面 我的这些 因为每一个节点上都一个YadHub这个组件嘛 我选一个leader出来 这个leader当然我这个leader我可以选 就是说我可以有各种 Election的Policy 比如说我可以比如说随机选择 对吧 还有就是说我可以说我可以用户的打标 比如说用户可以主动去选 我可以某一种打某种标 那么这个节点我就可以指定它是leader 那个也没有问题 但我们可以支持不同的Policy 比如说我们这边就是我们把这个 这第一个YadHub我们选成leader了 OK 这个leader选出来之后呢 一个leaderYadHub呢 它会自动到这个API Server这边去Listwatch 这种Polscope的数据 比如说它会主动去Listwatch NPolslice OK 它Listwatch之后呢 它会在本地的内存里面cache好 就有点类似API Server的那个cache 它会把那份数据Listwatch 这份NPolslice数据cache在这边 OK 然后其他的节点的这个YadHub 因为在YadHub 比如说我这个coolprosy 这个访问API Server的请求 因为都会经过YadHub嘛 对吧 这个follow的YadHub 接着这个coolprosyListwatch 这个NPolslice请求之后呢 它发现 哦 自己是follow 对吧 那我就根据我 我找到那个leader信息 leaderYadHub信息 它从leaderYadHub这边去Listwatch 这个NPolslice 就是只要leaderYadHub这边 提供一个Listwatch的 这么一套机制的接口就可以了 所以这样的话 就是说 我所有的这个follow的这个 ListwatchNPolslice这个请求呢 它都不会到云端去了 而是从leaderYadHub这边 把这个数据给Listwatch过来 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这个之前是每一个节点上 我们都是有一份Listwatch的 这个NPolslice请求 那么现在呢 我们整个接电池里面 只有一份 就是不管你有多少组件 比如说你call DNS的 其实也会ListwatchNPolslice 但是OK 它也不会了 它也会只会从 就整个接电池里面 以前可能是有 节点数 乘以一个 组件数的这么一个规模的 一个Listwatch OK 现在直接降下了 只有一份 所以以前可能 比如说我一个接电池 我算是20个接电 一个接电 我一个地域里面 有20个接电 然后比如说 接电池上 我们有三个组件 去Listwatch NPolslice 以前就是20乘以3个 就是有60个 Listwatch的 这么watch的一个 长连接请求 就是NPolslice变化的话 那么我有60份 那现在OK 只有一份了 就是60分之一 所以它这个流量降低 其实是原有 我们就是在10个阶段上 我们测试 它这个流量降下了 已经超过 就是只有原生 Copernetis的一个 就降低能降到一个 90%以上的 这么一个流量 所以整个这个成本下降 就因为公网的带宽 比较昂贵嘛 所以成本的控制 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然后对集讯的一个规模 这个Node数的一个规模 也是就是规模 可以大大提升 而且其实这个API Server 这个本身的 这个连接数的压力 连接数也大大减小 这个Watch的连接数 也大大降低 对 然后这个方案的话是 对 就是很方便的 就把这个 就是说这个管控面的 这个带宽的 这个阻塞的 这个问题给解了 同时这边可能 大家也会想 那这个Leader 比如说我要这个节点 要挂了 是不是可以切换到 其他节点呢 这个是很容易的 这个Leader 比如说这个节点 NotReady之后呢 这边这个Controller呢 云的Controller 它就会自动选 从节点池里面 再选一个Ready的节点出来 Ready节点之后呢 然后这些Follow呢 它就继续从那个 那个新的那个Leader 上去ListWatch就可以了 因为ListWatch机制 它本身可以保证 这个数据的一致性 所以这个就很容易 就解决了这个 这个流量的一个附用吧 或者说这个带宽的 一个阻塞的问题 OK 然后到现在 到这个之后呢 我们基本上就把 这个OPR社区 在这种大规模 大规模网 这个多地域的 这个分发这种大模型 面临的一些挑战 我们基本上就解了 然后接下来就交给 那个JankFly的 这个我的同伴 那个Jim来分享了 OK 大家好 我是来自于蚂蚁集团的Jim 然后呢 我下 我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蜻蜓的一些情况 然后蜻蜓呢 当前是CNCF的一个孵化项目 然后主要针对于P2P的文件分发 以及一些加速的 营业生加速场景的一些东西 然后目前的话 设计有100多位contributor 然后呢 大家都 还有 还有一些maintenant 主要来自于蚂蚁集团 阿里 紫洁 英特尔 百度 以及其他的一些 包括一些科研机构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 然后目前在公共云里的话 阿里云是有集成的 然后Google的GCP也是有集成的 包括还有国内的火山引擎 以及百度的AI Cloud 然后呢 整个今年的话 它是2017年由阿里巴巴去开源的 然后在18年呢 我们去申请了 申请了CNCF Sandbox 然后在继续研发两年后 我们觉得这个比较 还比较成熟 然后申请了Equipeting 然后在21年的时候 我们发布了一个2.0的版本 对1.0做了一些成功 以及同时也不缺了1.0 你们没有开源的一些东西 然后在23年9月的时候 我们清零项目去申请了一个 CNCF毕业的一个情况 然后呢 我们当然现在也花了一年时间了 然后也 蜻蜓也会继续努力去成为一个 成为中国比较领先的一个毕业项目吧 那我们蜻蜓呢 主要的包括下面一些功能 那主要的功能还是一个P2C的分发的技术 同时还有一个 针对一个是一个无寝入室的一个部署 因为正常在云环境里的环境就已经比较复杂了 那轻轻在多云的多云以及云边场景啊 都提供了个适配的一个方案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一个 peer配置的功能 还有一个和其他 还有一个就是和其他系统的一个集成 那它的一个主要的应用场景 包括第一个就是进行的分发 进行分发又分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我们常规的像一些 荣区营兴使可能的DLC 那个Docker CIO 这些的普通的一个进行分发 还有个第二点就是说 我们针对一个加速语情的一个分发 比如说业界的一个常见的 有StatGZ 还有一些像蚂蚁 蜻蜓下面的一个项目就是Ninos 它也是做一个进行加速的方案 然后这两个方案是进行加速里面 比较常用的一个案例 第二个就是说 其林会针对于 同时不光是一个进行分发 同时也会进行做一些文件的分发 那这个文件分发 主要是基于P2P做一些分发 你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协议 包括你通过大家常用的是HTB的一些分发 然后我们也支持HTBF的分发 同时也有原生支持了 AWS S3 OSS 以及等等的一些对象存储的分发 那同时我们蜻蜓还支持本地做cash 同一个集群内直接做cash 你不需要去push到对象存储里面 我们也直接可以就去拉了 那第三个就是说 我们比较最近期比较关注的一个AI infra 在蜻蜓的AI infra 我们在AI的training和inference推理方面都会具有 那training方面可能它的数据不是非常适合P2P 但是说它蜻蜓作为一个缓存的一个加速 也是可以去用的 那在推理部署方面说 它的P2P应用会比较更多一点 那正常情况下 我们在推理的时候会 那个训练之后会把数据放在模型中心 然后在推理的时候 就会走蜻蜓的整个P2P的网络去下载 那这个当前是我们从各个服务都去支持了 蜻蜓的这个P2P的对象存储 包括你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存储的一个加速的一个示意图 那这里主要是说 我们当前蜻蜓集成了比较多的一个 那个对象加速服务 同时也支持了比较多的一些业界的 比如说hacking face trident server 以及touch server的一个模型下载加速 那这里是我们那个清零社区 另外清零社区的maintainer 写的一个关于hacking face的一个集成 那右边这个主要是 在模型不同模型体积下载的一个情况 然后第一 上面字比较小 那第一列的话 这个橙色是一个原生的一个下载的速度 第二列这个黄色是 使用清零后下载的速度 大家可以看到有个 时间有个稍微幅度的增长 是因为我们要做一些 比如说那个机密系的那个完整性的检查 以及其他的一些原数据的校验等等 那会有一定的分发 会有一定的增长 那第三个是说 在我们在 清零在做第一次下载之后 你又要部署更多的推理服务的时候 需要重复下载 那这个时候在 在那个 进行内部以及边缘场景的内部 去下载的时候 它的速度是非常一个 非常快的 它可以降 大幅的降低这个下载速度 那第四列的话 它是 比如说 我们正常在单机的时候 可以部署多个AI应用 但AI应用 在继续下载的时候 它如果命中的是一个 本地的一个缓存的话 它的下载速度 或者可以说是一个复制速度 会更快一点 最后一个就是说 我们正常 Hugged Face 它有本地 也有自己的cache 它在命中的时候 它一定是最快的 它基本上就是做一个 文件的 IO的一个 只做了一个操作系统的 调用的 这个是我们给Git LFS的一个支持 那这个这样的支持的话 对于常见 因为像Hugged Face 它其实也是放 它其实是一个 更类似一个Git 同时 那既然支持Hugged Face 我们在GitFS 也会做一些支持 然后它这个速度 对比是比较类似的 那第一列就是 它原生的速度 第二列就是说 使用 它第一列原生的是 它单链接的速度 真正在P2B的场景的话 它的速度肯定是下降的 第二列就是说 它正常去走 原下载的速度 那第三列就是说 它会有一个 命中一个本地cache的速度 那第四列还是 还是一样的 那个 那这个的话是 我们就 这个和前面类似 我就不再 那个每一列的数据 就不再列了 它是和PyTouch的一个集合 那PyTouch这边 它和前面是 又不一样了 前面的GitFS和 HuggingFace它都通过 一个正常的 HP proxy代理的 那HuggingFace它是专门去 去清廷去写了一个插件 写了一个那个 Touch Server的插件 做了一个P2B的下载加速 那我们这边的话 那下面介绍一下 那个清廷的部署 那正常的场景的话 我们会 会有三个 正常的话 会有多个地域 那主要核心的是一个 中心化的地域 以及分布在各地的一个IDC 那我们清廷的话 会在 在中心地域部署 一个一套Manager 主要用于管控节点的原数据 以及做一些后期的 一些监控啊 客户端管理 以及一些 你的文件预热 镜像预热 AI的数据预热 都支持 那这个时候 我们在不同的 不同的IDC之间 也会部署一个叫 调度器的东西 它调度器就非常好理解了 你文件下载下来的时候 它会告诉你 哪个地方有最合适的文件 你需要去做什么 那这个时候 他们会都去注册到 我们清廷的一个Manager 那每个 在每个数据中心 我们还会部署一个 叫C的PIR 它就是一个种子的PIR 它会 理论上一般上会做一些 会部署在一些高性能 高性能的 然后网络好的机上 那它也是一个 会注册到我们的Manager上 那在与此同时呢 我们正常的下载的时候 每个IDC都有不同的一些节点 那节点的时候 它会节点之间 会节点中会部署一个PIR PIR节点 那这个PIR节点最终 就是我们在 我们的AI模型 或者是镜像服务 去拉取的一个入口 那它也会去注册到 我们的Manager 那它主要的用途就是说 它要从Manager里 拉取一下 它因为它拉取本地的一些信息 做一个究竟的访问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PIR会访问 究竟机访问的一个调度器 那这个调度器呢 后面在真正下载的时候 它会告诉我们的PIR 你有哪些 那个可以下载的数据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 这条蓝线就会去 就是一个真实的数据下载链路 那这个是我们当前 蜻蜓的部署现状 那蜻蜓在跟OpenYacht的部署的时候 就其实非常类似 我们可以就地一个 进行做一个转换 我们那个Center 其实在OpenYacht部署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Cloud的地区 然后我们的不同的IDC的场景下 其实就是OpenYacht里面的一个NodePro 我们可以发现的 它就不是NodePro1 NodePro2 它就在部署方面 就是一个原生的一个 一个适配的关系 那它的一些原数据的访问呢 那就是直接走到OpenYacht的Riven Gateway 那这样的话 其实做了一个 基本上在部署的时候 就是个无缝的一个适配 那上面做的一些东西呢 就是一些 当前的一些 当前的部署现状 那我们后面 还会做一些继续的优化 比如说我们会做 下面两点 第一点就是说 我们有业界的同学去讨论 说我们清零现在一些 部署在集中化的一个管控的时候 会有一个依赖数据库的问题 那像MySQL这种 那其实是有成本的 那在OpenYacht的时候 我们会去做一个功能 就是说它要支持 在用本地的KPS的东西 去注册我们的 包括我们的全局配置 集讯的一些数据 以及预约的一些任务 这样的话在部署方面 会更加的便捷 同时呢我们还要支持 还支持那个集群内部 NodePort的内部的 本地的服务发现的功能 这样的话 我们正在那个 云边断网的时候 我们更好的 做一个边缘的自制的一个东西 那所以在这方面的话 我们后面也会去做一些 更多的探索 然后还有稍微打个广告 然后上面我们这些功能 我们还也是正在完善 然后也欢迎去 大家去加入我们蜻蜓 去做一个更好的一个开发 那当然我们并不仅仅 你对进行加速也有兴趣 或者是对哈勃也有兴趣 也可以去加入我们 我们这方面的话 也是 当然我们 我们这边是招的是全职 但是我们全职的话 基本上也是为开源去做贡献 所以也欢迎大家去加入我们 然后 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加入我们 OpenYard和Dragonfly的一个讨论群 然后右边的话 就是刚才前面一个 一个我们希望你们 如果你们有对蜻蜓 蜻蜓进行加速 以及进行中心 哈勃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扫第三个码 去看看我们的一个JD 对 然后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好像时间比较紧 没有给大家预留 那个QA的时间 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 有疑问的话 可以直接群里问 或者是一会儿的话 线下和我们 和我和我的partner一起去 去咨询一下相关的一些问题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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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